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講一講關於升學的 主要是講升學 以下的內容會主要是 中五中六的學生 或者打算升學的學生 甚至乎一些未來會讀大學 或者未來會升讀高級文憑 或者高級文憑上大學的 一些Top Degree學生都適合我以下的內容 主要是講一講關於升學 升學的資訊 以及為什麼要這樣做 為什麼要考一些 或者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情況出現 或者升學為什麼 或者讀書的目的 甚至乎一些社會現況 或者是香港的教育制度的問題 全部都會一一討論或者探討 大約歷時半個小時左右 裡面的內容都有點心惡 我會講得比較快和有點急 原因是因為裡面的知識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我盡量簡單說 不過大家如果有紙筆 都盡量寫低 不然你真的會忘記 Anyway 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第一個問題 DSE會不會影響升學呢 絕對是會影響升學 不過 以我為例 小弟的DSE成績有3個以1個4 X4有2有3 Total Best 5幾分呢 深水清的同學生應該算得到 13分 Best 5的話 因為算你主科 中英數通 Total是10分 10加3 你找一科X4最高分的 中國歷史 Total是13分的 那時候我是在車邊 入到Ivy 那時候 現在就不是通識 現在我們叫公民教育科 所以 所以制度上會有點不同 不過anyway 遊戲也是這樣玩的 但是大部分 就是大學 都要3 3 2 2成績 這是我的學歷 那我後來就讀完中學 就入到Ivy 然後就讀一個Top Degree 然後就上一個深層文憑 然後就讀了兩個碩士 兩個碩士 一個博士學位 後來去買一個 我們叫做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他們俄立江州大學 我 即是中文我卯知 anyway 那我就做一些博士學研究 所以我就有一個博士學研究的院士 那so far 我用了大概接近10年的時間 由一個中學生 去到高級文憑 去到學士學位 去到讀了一個深層文 我們叫Post Graduate Diploma 讀了兩個碩士 讀了一個博士 我們會講一講 關於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經歷 以及什麼叫做資歷架構 等等的資訊 都會告訴大家 那時間關係 我們正式開始了 那我是香港葡萄州評審協會的主席 亦都是Elkie的首席士就師 或者我們叫做首席品就師 同一時間 亦都是VTC的Mentor 那我的名字姓蔡 我叫蔡成峰 那些人叫我Calvin 如果你是葡萄酒界的人 就應該很多人都會認識我 那我也不是說很聰明 不是說自己說自己很厲害 那我最近在酒界上有很多人認識我 在學術界上也有不少人認識我 或者認識我 某些學術研討會 或者大學上也可能見過我 那我因為我也有幫助 可能是PolyU 可能是浸大 也有講過Talk等等 那所法關於升學的呢 今天主要講升學 不是講酒 講是怎樣升學 怎樣找到自己的方向 或者大家面對的事情 那大家應該見過這個表 知識價格是1至7 大家應該都知道什麼 但是我會講怎樣來 和為什麼會這樣分 和什麼來的呢 主要是講這些內容 事不宜遲 正式開始 但是裡面的內容 會不會很悶呢 我希望會很悶 但是有些事情大家要知道 要知道的 什麼是大學 為什麼要讀大學 讀大學為什麼 所以既然我們問得這麼細節 為什麼要讀書 讀書為什麼 為什麼要讀中學 為什麼要讀小學 為什麼要讀大學 既然問得這些問題 或者大家可能有這個問題 喂 我爸媽逼我讀書 我未必想讀書 為什麼要讀書 其實 我會由最基本開始講起 所以你會不會說很悶 為什麼你要講歷史 少少歷史內容 因為如果我不講歷史 你真的不知道大學是什麼 或者做什麼 以下的內容是比較多 但是我會快講 大家看到了 剛剛我寫的PowerPoint 我會照說 照說下去 希望大家先理解 你理解完 聽回頭 你就明白整件事 在玩什麼 在做什麼 究竟我們在做什麼 為什麼要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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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一次說 最後會有些Q&A question 不過這些都會告訴大家 都會看到那個內容 首先先說一下 什麼是大學 為什麼要讀書 首先要明白 最早期以前是沒有學校的 以前的學校 在以前的希臘 即是阿里斯多德 去到柏拉圖 才會有所謂的學院 以前叫Academia 後來英文叫Academia 就是一個我們叫 學院 我們叫學院的英文由來 去到中世紀 才開始有所謂的正式教育制度 以前是沒有讀書的 你要讀書 你要識字 麻煩你回教會 回教會 他就會教你讀聖經 聖經是有拉丁文給你讀的 可以讓你學字 所以那些人是鼓勵你 鼓吹你 回教會 回教會 當時有一班人 這班人很想學習 不如我組成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是學習 所以有一班學生 組成在一起 去找一些老師 學生找老師 不是老師找學生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團體 這個團體 我們叫Community 一個組織 一個社區 一個團體 Community 這個Community 有一個宗字 就是無論是膚色 種族 什麼人都可以加入在一起 這個團體叫做 Uliversal Uliversal 什麼意思 我什麼人都可以 我不管你黑人白人 什麼人都好 總之一起讀書 一起學東西 我們去找老師 就叫做 Uliversal 的Community 簡稱 Uliversity 中文 叫大學 其實不應該叫大學 其實應該叫 一個組織 一個學習的團體 或者叫學院 其實是好一點的 不過Anyway 我們叫大學 OK 又大又中又少 不過這些不說 以前是沒有中小學的 中小學的歷史是二百年左右 都沒有 以前只有大學 Uliversalty 後來有一群人 組成了一個 叫做Uliversalty大學 當然也招來一些不滿 例如天主教教會 教廷 因為一向你要學東西 你去教會 你現在 搞一個團體 走過來 叫你學東西 你現在 不去教會 去了一個團體 叫Uliversalty 那些教會的人 不滿 搞錯 你們 搶我飯碗 明明叫人 來回教會 所以導致有班天主教和學者的鬥爭 也導致後來的一些演變 演變了什麼呢? 他們就有妥協了 好了 你大學 照樣舉行 沒有問題 照樣搞 但你必須要有一個 我們叫做 一個title 給人 這個title 首先 如果你在中世紀的時候 學會三藝 他有三藝四術的 如果你學會三藝的 就會叫做Bachelor 就是Scholar的朋友 Scholar就是學者 一個Bachelor 一個學有所成 三藝 如果你能夠精通三藝 和四術精通了 那些人叫做 Master 大師級 好了 以前只有這兩個 一向都是這兩個 沒有的 That's all 不是Master 但後來就發現不對勁 那你也要找些人去教他們 你不是 你Master教Bachelor 那誰教Master 誰控制班Master 你必須要找老師 而老師是要有執照的 你不是 我要做老師這樣不行 要有一個教師執照 而教師執照是當時的拉丁文 叫做Doctor Doctor 是教師執照 你要教書 你要教師執照 就要拿一個Doctor 就是這樣 他們不是學位 他們以前中世紀的時候 是純粹一個title 咦 你聰明 讀書厲害 三藝 Bachelor 厲害 三藝 四學精通 Master 這個高手 咦 要教人 教師執照 做老師 Doctor 就是這樣來的 就是這樣來的 OK Doctor 是後期才有的 其實是Master Bachelor 故事是這樣來的 以前的年代 就沒有什麼給你讀的 只有兩科 一科叫神學 一科叫哲學 一科叫哲學 你不是讀神學 就讀哲學 那你可能說 不是喔 後期就演變了一些新的科目 有的 後期這個哲學 就演變了一個叫做 其實以前的年代 就沒有所謂的分科 例如我研究歷史 那你不是哲學的歷史 你研究天文 你不是哲學的天文 其實以前的年代哲學 不是那麼複雜的 所謂的哲學 就是把一些知識 研究得很透徹 那些就是哲學家 例如你研究天文 那你是不是把天文 研究得很透徹 那你又是天文學家 亦都是哲學家 天文學家 和哲學家 所以那些什麼 加利略和牛樽 那些全部都是那些人 你又是物理學家 大力都是哲學家 你又是思考的 你又是思考的 很厲害 知識量夠多 研究得很透徹 把一些東西研究得很透徹 把一些知識再研究下去 研究一些新的知識 新的概念 你是哲學家 你也是一個科學家 所以那時候沒有所謂的科學家 因為所有科學都是基於哲學 去分出來 所以以前只有兩科 神學和哲學 當你明白這件事 就有後面的話題 教育的分類 因為有文是復興 有體蒙思想 導致有教育的分類 愛你教歷史的 愛你喜歡歷史的 那你就是歷史學家 但其實你也是哲學裡面的歷史學家 你基於哲學裡面再吩咐 你是哲學家 但你是研究歷史 你是哲學家 你是研究天文 你是哲學家 你是研究語文 什麼事 所以導致後期出現了一個情況 有一個國家叫德國 以前叫普魯士 他改革 除了軍事上的國家 他也有教育上的改革 怎樣改革呢 就把所謂的哲學 分了 把大學裡面做一些研究 去分科 你記不記得剛剛這一堆東西 是一些title來的 他不是喔 他改革成這三樣東西 都變成一個學位 現在是學位 學位來的 你要讀 你要讀 你要拿到同行的認同 你才可以拿到這個學位 所以當時的德國 即普魯士 就進行一個教育改革 就是我要把所有大學做一些研究 他很簡單 他將Doctor Master 和Bachelor 即我們現在中文所說的 波士、碩士和學士 變成一個學士學位 碩士學位、博士學位 你要讀上去的 你要做研究的喔 你不可以不做研究 順便加大了 學前教育 因為很多小朋友不懂字 他覺得不行 我要我的國家 國民 小朋友懂字 我必須有學前教育 我必須提供一個渠道 讓他們升上大學 而大學裡面 亦都分不同的年級 去讀上去 所以以前讀大學 不是幾年畢業 你想三年畢業、四年畢業 不行 他們那時候要五至八年時間 才可以畢業 因為很多東西讀的 很多研究 很多東西 有些人厲害的是三年 所以以前的學期 就不像現在這樣 以前是以目標為主 以前的年代 即是你能夠寫到一份論文出來 你就畢業 你可以寫十年 你給錢 然後加學費 你都可以三年完成 以前的年代 是這樣的 他們就開始有一個新的概念 那個新的概念 叫中小學 你要等人慢慢上 而這個概念是非常好的 因為導致整個德國普魯士 他們的文盲 降到德國5% 甚至或以下 即3%左右 而其他國家 是接近五成文盲 它令到大量的國民有知識 知識帶來財富 當時的德國是最厲害 最有錢的 你要學東西 去德國 最厲害的大學 德國 最強的科技 德國 即是普魯士 所以以前 你問回以前的年代 200年前 世界大學牌 TOP TEN 全部來自德國 全部來自德國 英國根本就不入流 什麼牛津劍橋 你美國哈佛 那時候有哈佛的 不過那時候哈佛真的不入流 不好意思 所以 德國是最強的 不過不好意思 它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 它越來越差 以及最厲害的人才 人流 最厲害的科學家 全部都走了 美國 蘇聯 這些地方 好奇 那麼 英國呢 就學德國這套制度了 抄襲了 普魯士的制度 抄襲了 抄襲了 當時 小學呢 以前是讀六年 中學呢 也是讀六年 上大學 大學呢 月四至五年左右 然後可以上碩士 碩士就做研究 博士也是 如果你做研究 他們叫哲學碩士 和哲學博士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件事 你不是神學哲學的 它基於這件事 再加大 換句話 其實哲學就是做研究 你只要肯做研究 你一個研究學者 你就是哲學家 以前的 concept 就是這樣 所以為什麼做研究就是哲學呢 就是這個 concept 所以你會發現 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做一些研究的學位 研究學位 即是做一些研究的學位 叫哲學的呢 其實有這個點故 例如你做研究天文的 你就是哲學 哲學裡面的天文是碩士 那讀到博士是什麼 那就是哲學的天文是博士 你研究中文的 你就是哲學的中文是碩士 再上來哲學的中文是博士 那個concept是這樣的 哲學什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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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哲學英文是 哲學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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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理是 哲學歷史是 OK 所以它都是哲學哲學 那英文呢 就叫Master of Philosophy 所以叫Emphil 所以它的英文很簡單 Emphil in 什麼 study Emphil in English study Emphil in something Psychological study 它的concept是這樣的 那哲學博士叫什麼 叫PhD 哲學的博士 明白的concept 哲學博士是哲學碩士 做研究的 那所以Emphil 就是哲學的碩士 PhD就是哲學的博士 PhD in Education 教育的哲學博士 就是哲學博士 教育是 那哲學碩士教育是 Emphil in Education OK 為什麼我這麼強調這件事呢 因為稍後我就會說 因為除了所謂的研究型 其實是有 專業型的 專業型的研究型 專業型是什麼呢 例如 MBA就是專業型 工商管理的碩士就是專業型 MBA MED就是專業型 教育碩士 專業型 做老師教主用 研究型的射試 研究型的射試 就是Emphil in Education 研究型的博士 Education 就是PhD in Education 教育研究型的博士 就是哲學博士教育系 如果是 專業型的教育博士 那就是EDD Doctor of Education 他有這些 有專業型 有研究型 以前只有研究型 沒有專業型 專業型是到二十世紀才有的 即是一九幾幾年才有的 以前是沒有專業型博士 只有研究型 除了醫學 MEDICAL Doctor of Medical 之外 全部都是研究型 是到後期才有專業型 OK 英國也要抄他 英國是甚麼呢 英國也要抄的 英國也是照舊 正如讀小學 中學又不同 中學都玩了七年 其實原意 以前的大學 雙大學 有兩種 一種是中學畢業史 就是中學畢業 第二是升大學 以前也是有兩個史 以前的年代 很多年前是有兩個史 即是一次就是中學畢業,中學畢業的事比較淺,升大學的事比較深 不過我們香港後期就開始演變到現在只有一個事,QDSC 不好意思,一事令生死,升大學和中學畢業都在一起,所以只會淘汰 以前的年代,其實英國是想這套制度出來的 例如回考,回考最初期的想法是令你一個中學畢業,可以令你簡單一點的考試 真的要升上大學,他就會給你兩年時間,那些叫漁科,A-Level 即是現在的英國制度也是這樣的,其實他的玩法是這樣的 所以有五年讀正式的中學,兩年讀漁科上大學 其實他的概念是這樣的 將這套東西搬入殖民地的香港也是這樣的 OK? 但是以前呢,當時有很多地方是反對的 包括英國本土的蘇格蘭、愛爾蘭和威爾士 即是北愛爾蘭 你要記住,英國不是一個獨立國家那麼簡單 它是一個體系來的 一個四個王國的聯盟體系 United Kingdom 就不是一個英國這樣 所以以前的年代,就真的...不好意思 他們蘇格蘭、愛爾蘭的威爾士就會有點吵 為什麼英國這樣?為什麼英國這樣?為什麼我不可以這樣? 所以當時他想了一個制度 這個制度叫做知識格構 英國想出來的 你們不同意嘛 你們不喜歡Found 7 你們喜歡Found 6 好,你們蘇格蘭可以有自己的一套 你們不愛爾蘭可以想自己的一套 沒有問題,你們不跟我也可以 但你必須要跟我同一個體系 我要同一個資歷 同一個體系 你讀的東西跟我讀的東西一樣 我不管你A-level,你不是A-level 總之你要跟我同一個體系 這件事衍生到不只是英國自己的本土 而是英聯邦所有國家 包括當時的印度 包括後期的香港 所有制度 你跟我吧 你不跟我,你有自己的一套 沒問題,但你必須要跟我同一個架構 資歷架構就是這樣 因為英國太多英聯邦國家 很多地方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當時 你們要跟我吧 麻煩你跟我吧 你不跟我的話 你就想自己的一套 沒問題,但你要跟我 的同一個架構 資歷架構 那麼英國的資歷架構是一至八的 不是七的 他將高級文憑拆多一級 叫做高級證書 他們叫National Higher Depth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National Higher Certificate 英文就是這樣 我挺強調英文的Terms 就是這三個 大學裡面呢 有三年的英國 英國的大學三年 以前的年代就是中學七年 到了方車份上大學三年 那三年有名的 第一年叫做Undergraduate Under就是什麼意思呢 Graduate就是不出業 大學畢業的那些是Graduate Under就是未畢業 那些叫Undergraduate 不出業之後的那些叫Postgraduate 好容易理解 那Undergraduate Certificate就是Year 1 Diploma就是Year 2 Degree就是Year 3 那Postgraduate呢? Postgraduate一樣 沒有啊,不要緊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Postgraduate Diploma 和Postgraduate Degree Postgraduate Degree就是什麼 即是石士學位 即是Master Degree 那Undergraduate Degree就是什麼? Undergraduate Degree就是學士學位 即是Bachelor 其實他就是Bachelor Undergraduate Degree 其實就是Bachelor Ear 1 Ear 2 Ear 3 全部的名字很清晰 為什麼這麼清晰? 因為Undergraduate Degree 就等於Higher Degree 同一個G 為什麼讀完Higher Degree 即是高級文憑 為什麼會上了Degree? 為什麼有人讀高級文憑 可以直接學士學位 第三年? 因為他等於第二年 你的高級文憑就是你的第二年 因為Higher Degree就是Undergraduate Degree 一樣 所以他就可以直接上Degree 那你可能問 為什麼會有榮譽學士學位 為什麼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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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有個故事 故事很簡單 原來當時英國 石士學位和博士學位 太多人都拼了 而且太多人的成績很差 他們就開始Review了 他們要Review 究竟我的教育制度 是不是出了問題 還是怎樣 他發現原來在這個位置 基礎上打得不夠10 Degree 那些人只懂得讀書背書 不懂分析 不懂理解 不懂寫良文 不懂做研究 不如這樣吧 我們鼓勵那些人做研究良文 如果你肯做研究良文 我給你一個叫榮譽學位 Ornery Degree 榮譽學位 Ornery Bachelor Degree 即是榮譽學位 你肯寫的 你肯做這份論文 你就給你一個榮譽 那麼我們根據你寫的研究論文 要做研究的 要有一份論文 論文要做研究的 研究就是一份論文 有些人研究是研究實物的 不一定論文的 可以研究一些實物 研究的apps 研究機械人出來 這些都是研究 不過大部分學科研究的 都是論文 研究的東西 就用論文來告訴別人 你肯做這個論文 就會有一個叫榮譽 我根據你的論文的成績 來判定你是什麼榮譽 例如 你寫得衰的 那就是三級榮譽 三級榮譽 你寫得OK 不過又不是好得好邊 那就是二級榮譽 下等 二級榮譽 上等下等 一級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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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能問 拿一級榮譽做什麼鬼 又不是厲害 誰知道 筆組業出來誰請我 沒有人理會 其實不是的 拿一級榮譽 是當時的年代 是非常之厲害的 代表你有研究的能力 你非常之強 寫文呢 厲害 那些人 是有條件地 繞過碩士 讀博士 我再說一次 拿到一級榮譽 是有條件地 繞過碩士 讀博士 可以直接 所以很多人想拿一級榮譽 就是這樣 他有目的 有 真的有 那個 需求點 明白嗎 好了 後期因為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 經歷了兩次 以及經濟大蕭條 他們必須要鼓勵多些人讀書 學習 學習 以及工作 你知道很多人失業 不如這樣 鼓勵人讀書 所以當時就出了英國的 高文憑 以及美國的 Asociate Degree 即是 副學師 為甚麼 為甚麼 其實當時是因為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 是不是要有人弄槍 弄 弄 弄 砍車也要有人弄 你不會沒有人弄 你是不是要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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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航空母艦 是否有戰機 全部都要人才 不如我給一些職業 職業訓練 兼學歷 所以就有高級文憑 又有負荷士 職業訓練兼學歷 職業訓練兼學歷 要不就在兵工廠裏做實習 要不就做護士 做醫護 研究怎樣急救 中了子彈怎樣急救 學這些 上面有學力 讓你連接上去 也有一些 我們叫做 學術性的 一些學術性的 一些學術性的 你都要學的 學一些管理上的 你上面可以讀商 讀商 你就可以慢慢升上 其實他鼓勵人 當時是這樣 不過 世界大戰會完 打完仗之後 打完仗之後 就慘慘了 英國就開始 實行一些新的制度 他仍然都是 職業輔導為主 職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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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不同了 不是做軍人 不是當兵 也不是做兵工廠 沒有仗打的 不算副荷蘭群島 沒有仗打的 所以當時 鼓勵人 高級文憑 讀什麼呢 讀一些Business的 Law的 Marketing的 酒店管理的 可能是一些Design的 各方面的科目都有 那麼 富學士呢 富學士呢 就開始 以前都是走職業方向的 不過後期就走一些 叫做 學術性的 因為富學士呢 他不只是美國的 加拿大都有 日本都有 因為日本打輸仗 日本完全跟美國那套 美國做什麼 美國就把整套東西放進日本 日本就不是叫富學士 日本叫短期大學士 那些大學叫短期大學 讀兩年而已 短期大學 真的有的 你自己Google找一下 美國其實都打幾場戰爭 打完世界大戰 第一場叫韓戰 滑死很多人 第二場叫越戰 不斷打 不斷燒錢 他那時候也要訓練多些人才 但是他開始走一些學術性 所以後期的阿蘇呢 其實是偏學術 偏學術 偏向你讀書 升上去 但是阿蘇呢 在美國是絕對找到工作 在加拿大都沒有問題 在日本都沒有問題 找到工作 找到工作 走接了上去 你走接不到都可以找到很多工 很多人認手 但是不好意思 高級民憑在香港 殖民地時期 70年代已經有了 開始 70年代引入回來 已經有了 但是 富學士呢 是回歸了之後才有 他的配套沒有高級民憑那麼好 歷史不夠久 還有當時我們的第一任特首 董建華先生 都想 令到多些人有高的學歷 所以才引入這個富學士 但是富學士 也有一個很大的隱憂 就是沒有一個監管 導致很多學院都做自己的富學士 犯難 所以以前的年代富學士 要升上大學 是很難的 只有幾個百分比 都沒有 你看起來只有一個百分比 但是現在好了很多 因為很多人的疑問 課程也減少了 剩下的課程也是精英中的精英 導致很多學生少了 競爭少了 容易升上大學 外面見到一些叫做 主義文憑 還有一些叫做高等文憑 這些都是給一些學生去做 其實他們跟高等文憑 少了 但是他們都是只有格格四 他們都是只有格格四 但是這兩個是給做東西用的 你讀完professional degree 主義文憑 你是上不了Degree 讀完advant diploma 也是上不了Degree 不好意思 這些是給你工作用的 你還是要補回不知道幾多科 才可以當你一個高級文憑 他們是上不了Degree 他們是上不了Degree 他們純粹是給你做東西用的 你以為要上Degree 你就要上高級文憑 不要讀這兩個 明白嗎 兩次世界大戰 世界大學排名 全部大社牌 最厲害的大學全部去了美國 最厲害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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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美國 或者蘇聯 當時的蘇聯都很厲害 但是蘇聯又不好意思 他自己都內亂 後來都瓦解了 所以俄羅斯蘇聯也好 什麼都好 都開始水落了 所以導致到美國 就是世界大學排名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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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的 包括中國的清華北大 浙江 日本宮的東京大學 這些都鼓勵 開始爬頭 以及首爾 還有新加坡國لب大學 這些都好厲害 港大也OK 不過始終港大還不擺上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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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ninety 於是 便時間已經越來越厲害了 開始明白遊戲玩法 如何取得QS 那些那些其他 那些 pec 各位 部分 beach QS那一堆 Times那一堆 所以現在時間問題說快一點 架構就是這樣 大家應該都明白了 為何要一級榮譽 為何要這樣 基本上學士、學士、博士都要做研究 你的語言是這樣 小學有些基礎知識 讀六年書為了要帶入社會 所以以前的年代讀小學已經很厲害 讀完小學你懂得字 但後期有免費教育 所以香港就有初中和高中 初中就開始有知識系統化 要面對社會 高中以前要付錢 以前是九年,讀了中三 中五、六、七都要付錢 高中就開始是知識專門化 甚麼是知識專門化? 就是選科 所以要選科 要選科 要選科 去到副學士和高中文憑 就是專門化 或者強化你的專業 將你的專業強化或者入門 去到學士就追求知識了 入門的研究 做研究就是要 研究的基礎 進階的研究 博士就是終極研究 創造新的知識 所以博士、碩士、學士是不同的 做幾個都差不多 但都是做研究的 學士是為了追求知識 寫的論文可能是六千至一萬字 碩士是研究一些知識 研究一些知識 進階討論 研究、深入研究 所以字數大概是12000至2萬多字 博士學位是創造新的知識 研究一些超級研究 所以博士學位呢 你預計大概 四萬至八萬字 那份研究論文 所以其實遊戲的玩法是這樣的 如何訂立目標 我知道Overrun了少少 本身說半個小時 現在是33分鐘 說起來吧 少少而已 訂立目標呢 其實這個我朋友 當時他跟我說 他很想做太空人 很多人都吃他 寫書 有些人就看不起阿笑 其實他後來 拿到全香港唯一亞洲得主 國際暗空大長 也是科大天文學會會長 也是太空館的院士 也是英國天文學會的院士 這裡有寫了 會士 那他怎樣去訂立目標呢 不需要你人有沒有笑你的 有些人覺得你瘋了 做太空人做什麼做什麼 你有沒有玩 他做到每一步一步去上 我們有時訂立目標就是 你要想一個長遠計劃 然後由 short term 開始去想 Pan A Pan B Pan C 怎樣去一步一步上呢 怎樣可以爬上去呢 怎樣可以 你的目標很遠 你便縮短 一步一步去分 分擦來去溫書 分擦來去完成 那樣東西 所以大家都一樣 DSE有什麼都好 或者去完成這個目標的時候 很難喔 五星星 瘋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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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經可以影響你了 怎樣可以保持自己的心態 心態很重要 但也要保持自己 怎樣去完成目標 所以我們要分擦目標去完成 先看一下 下版 為什麼要讀大學 我這樣說 大學是做一個研究的 研究能力的養成就是教育的終點 大學是想培訓的研究 那你可能說 我不想做研究 那為什麼要讀大學呢 反過來 先不要說 學不學到東西 讀大學是一個network 為什麼這麼多名人 富豪 政治人物 想一些子女 去讀一些名牌的大學 即是清華 北大 哈佛 劍橋 牛津 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其實 network是很重要的 你的network 你認識什麼同學 那是哪個醫生 我以前的大學同學來的 我以前的大學同學來的 特首 我以前的大學同學 你什麼用 不只是吹水 是真的有實踪用途 當你投身社會工作 當你去接觸社會的各方面 你都會發覺 人物是很重要的 人們經常都說 懂人比懂字好 但你有沒有想過 你不懂字又如何懂人呢 你要這樣 你想像一下 你身邊的同學 全部是日後 十年後 二十年後 三十年後 這個是特首 那個是政協 這個是美國國務院 不知哪裏做 那個是政治人物 這個是商業家 那個是 你當半個李嘉誠那樣有錢的 你身邊的同學 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你很容易 去拿到你要的network 大家都明白了 出來做生意 最重要是什麼 信任 network 對不對 所以你怎麼建立你的network 大學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你的同學就是一個很好的契機 你學識到什麼同學 所以大家也非常鼓勵 讀大學 不要自己 讀處 你應該要認識多些同學 認識多些不同的人 身邊的人 有什麼事 將來大家互相去幫忙 有些生意不明白 你幫我忙 你是醫生 有些醫學問題想問你 你會計師 有些稅務問題 為什麼人家要幫你 他收錢 正常 為什麼他要幫你 因為你是他的同學 你是他的朋友 你認識他 大家熟了 認識了十幾年 哇 律師律師 誰誰誰 大律師 你同學 差很遠 有些建築問題想問 建築師 測量問題問測量師 會計問題問會計師 法律問題問律師 醫學問題問醫生 如果全部都是你同學 整個故事不同 我不要說這麼 現實屎盔 但現實上是真的這樣 為什麼讀大學 他會計師 你先不要說在大學裡面 學到什麼 而放置在大學裡面 真的學到很多 包括你的所謂的知識量 包括你怎樣去分析 知識架構五和知識架構四 最主要的分別是什麼 剛剛這裡有寫的 不只是專業你的知識 或者你強化你的專業 是追求知識和入門的研究 怎麼去分析一件事 這就是大學和高級文憑的分別 明白嗎 所以其實讀大學是否真的學不到 是否真的沒得著 是其實看你怎樣讀 你要為畢業而畢業 為考試而考試 為學而學 不同的 我們目的是要做到這個效果 所以讀大學 不只是為畢業 是為了沙紙 不一定的 你是要追求各方面的東西 你要投資 這是一個投資 投資後日後會怎樣 誰知道 你可以做廢青 但是你也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認識到不同的人 為何要讀這麼厲害的大學 因為你認識到不同的人 這群人會否改變你 改變你很多 可以 明白嗎 當你的同學是富豪的時候 你就明白了 一級完略 什麼用就說了 不說了 教授做什麼 教授不是教書 教授不是教書 教書是講師 教授教師 你中國做的 有一些自稱為 教授教授 教授教授 導演 教授教授教授 教授就有分 教授教授 通 Chesson 老師 教授教授教授 教授是明哨學 教授是因為 教授教授講師 教授教授だけ而論 他找一個副教授可以幫你,不需要客戶要教授出來 所以正式的教授是沒什麼出過來的 他不是自己做研究 教授是做研究的,他不是教主的 記住吧 我讀十個高級文憑,是有些人的 不知為何讀完高級文憑又讀另一個高級文憑 都是一句話,除非好賺到錢 那既然好賺到錢,為什麼一開始不讀那個呢? 為什麼讀第幾十個呢? 讀一個高級文憑不太多,起碼兩年 以前是三年,現在讀兩年 讀十個其實是很浪費時間的 我們讀書永遠都是越讀越上 而不是越讀越低的 你不會讀完A中學,讀B中學 你不會讀完楊竹和陳佳 你不會讀完朱敬文就讀陳佳 你不會這樣玩的 你明白嗎? 所以那個文憑不需要讀太多 一個就夠了,你說兩個的 我覺得除非真的好賺到錢 那好賺到錢,為什麼你不敢回頭 為什麼當初你會選那個呢? 你選A,你不選B 你覺得B賺到錢,為什麼一開始選B 那你應該是讀A的Degree 再想B的碩士 是可以跳科的 碩士學位呢 其實是給一些人去 專業型去跳科 例如我想做Marketing 你就讀一個碩士的Marketing 有的,可以的 可以給你跳科這樣讀 還有年本25歲是可以有條件 還是讀Degree 有些大學是會收的 那這個大家得知這字 25歲或以上 是有這些 但是他有些條件 有條件給你,不一定要 你想進入八大 他是可以收回你 不過這些大家日後再講 讀書多有什麼用呢? 不只是做研究 不只是研究的能力 而是讀書多呢 是分析 真的 讀書多不只是知識 是分析 是你的人怎麼看社會時事 如何面對日後的生活 人家說這樣這樣這樣 是不是真的這樣這樣呢? 那個人說不對 這個地方不對 是不是真的那個地方不對 俄羅斯跟烏克蘭打仗 烏克蘭對 俄羅斯錯了 是不是俄羅斯真的錯了呢? 還是俄羅斯對 還是怎樣呢? 你如何分析時事 如何分析社會的狀態 社會發生這樣的事 是不是真的對 或者敢呢? 政府對不對? 政府是不是應該這樣 我們怎樣看整件事呢? 讀書多是考分析 所謂的讀書是考你的判斷和分析 有很多人說 我讀Psychosite Tangent 其實都用不回 最好實用的是什麼? 數學 加減成除 percentage 這些是最實用的 其他不適用的 沒有用的 廢的 為甚麼? 沒有意思 是不是呢? 我不買啊? 我覺得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用途 你說背文言文沒有用的 日後用不回 是不是呢? 當中有沒有契機 令你得著呢? 例如孔子的論譽 論譽為證 即是可能 吾十有吾而止於 學三十二立 可能給你一些概念 說三十二立 是時候結婚的 四十二不劃 那你怎樣去看整件事? 怎樣去看你的人生? 怎樣去看一些歷史上的事情? 歷史發生的事情 會不會再重託覆轍? 或者他有沒有一些契機 或者故事性質告訴你 你怎樣去拿到一個教訓? 怎樣去看日後的事情? 怎樣去演變今時今日的狀態? 怎樣去演變現在中環人工 怎樣去演變成這樣? 怎樣去演變成這樣? 怎樣去演變成台灣問題? 台海的危機? 怎樣去理會呢? 很多事情都會認真到 讀書多有什麼任何? 最大的用途就是你怎樣去分析 怎樣去看日常的生活? 不好意思 因為我讀歷史 所以比較多的歷史內容 所以讀書是否真的沒用? 不是 賺錢好過啦 你真的要決定 你賺多少錢 你賺多少錢 都是做麥當勞 或者做漆仔 你賺多少錢 而足夠你的生活 那就OK 但是你說不是的 我想更上一場流 你是玉珠 有不少的職位 呃... 崗位 或者是career都需要學歷 沒有學歷 就會有個樽頸位 樽頸位就是上不了 你要做經理嗎? 學歷 你說不是 我做餐廳經理 做廿年可以了吧 十年不就廿年吧 做夠廿年 做到經理的話做到 一定做到的 你有經驗吧 但如果你有學歷 你會快些 你會快些 那你說學歷也是為了社會而立的 社會要我學歷 所以我才學歷 反過來 我說了這麼多 是不是真的呢? 當時他們是否真的這樣想呢? 丁幻師 不是的 其實 讀書 當時 一開始就跟大家說 大學是做一個研究的地方 大家其實目的都是為了學 為什麼要學 因為人的知識有限 我們要學 怎麼做人 都是一個學習 所以讀書是有用的 這個不多說了 所以千萬不要說 我不讀書了 我考完DSE就不讀了 甚至乎不考DSE要去考 可以藝術上的 不要這麼想 你明明可以畫圓圈的 圓圈可以三秒畫完 你不然都不三秒畫完 你要畫十秒 二十秒三十秒 把圓圈大一點畫 你最後還未來讀 怎麼那麼快 為什麼不考DSE要快一點 時間 為什麼每次都要犯 危陣慢慢上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OK 西哥泰的排名 我這些不說了 非啦 這些我都不說了 其實大家都有他那個 遊戲玩法 大家不要太著緊 但還是要讀大學 不過最重要的是 不要讀野雞 野雞 就要留意 他的location 是不是一間工廠大廈 是不是來自菲律賓 還是巴基斯坦 印度的地方 他的歷史有多長 有沒有二十年三年四十年 有沒有一百年 他有沒有全面的學生 很重要 全部都是online的 那你就要想一下他的認受性 還有他的study period 兩個月完成 兩個月完成 一個學位 你覺得有沒有可能 你剛剛聽完我說 有沒有可能 沒有可能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很重要 還有有沒有人認受 有沒有世界大牌 這些都是 所以大家要留意 例如這些地方 我告訴你 這間一間大學 你也不相信 的確真的有野雞大學 是這樣的 自己想想 這個 好改 這個就是我 的石市學位 這個 Uliversity of Georgia 1850年 已經有了 以前是學院 來的 所以大家要明白 有一間是有認受性的 例如這間 Uliversity of People 好像是假東西 但它是真東西 他獲得美國的教育部認證 合格率只有5% 但是他沒有全身學生 他有全身學生 但是他沒有 Face to Face 他只有Online 他純Online 但是他真的是一間大學 是有這些 但是你真的要留意 他的歷史不長 但是他真的是 美國的教育部去認受這間大學 而合格率只有5% 是有這些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政府資助也要知道 你要記住 無論你申請什麼資助也好 政府是不會即時給你 你申請了資助 你先給你錢 所以我建議你 如果你DSE完了之後 你發覺有些經濟問題 我建議你真的 回來拍攤 不要一來就去旅行 你可以真的做一下 或者去磨練一下 在社會上 找一下錢 讀書 甚至你申請政府資助 借錢也好 或者關東也好 全部都是必須要 必須要 一段時間才批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你也要先付錢 如果你父母 沒有贊助 你必須要自己存錢 所以自己跑完DSE 都要存錢 你還可以的 我都很鼓勵 去旅行 去台灣 我都很鼓勵 去擴復自己的事 我都很鼓勵 星學有什麼技能很重要 這幾件事我覺得很重要 第一件事叫統計 第二件事叫language 英文 英文很重要 因為英文你讀上去 必須是英文 不可能是中文 統計學有什麼重要呢 統計學就是stack 練習統計 所以這些很重要 讀四年大學 不如賺四年前 我非常不同意 千萬不要相信一些假新聞 或者一些不好的新聞 有很多新聞就說 多少%的博士生 失業 多少%的學士學生 找不到工作 大學生的中位數 你不需要理會 因為中位數 那麼多大學生 有些失業有計 那一定有人失業 一定有人不做事 可能他靠父母 你也知道 你也不知道整個故事 但你又相信 哎呀都不要讀大學了 讀大學找什麼 你看看多少大學生失業 喂 那些數據 不同的 你不如看 有多少大學生找到多少錢 有些大學生找幾百萬的 但有些大學生找不到工作 那實有少數 實有多數的 你不要相信所有的數據 而決定你不讀書 所以這個很重要 還有人脈的網絡很重要 讀大學 風氣和經歷會改變你 這是真的 多些去想一些正確的事情 不要想一些正確的事情 那些負面新聞 哇 很負面 越負面的事情 越負面的事情 越衰 記住 對呀 那麼 適合人好過識字 但你不識字 怎麼適合人呢 這個最後都跟大家說了 還有DSE期間 不要給個人資料 很多人給你文卷 叫你寫 大致上 還有要做運動 記得做運動 不要不做運動 還有要睡覺 認知作戰 有很多恐怖的事情 這個又說 那個又說 不是呀 到時候的提題 不是這樣 到時候的考卷 你先相信自己 你怕怕怕怕 你真是怕 明明拿四變拿三 拿五變拿四 明白嗎 不要通頂 不要相信假新聞 不要自己嚇自己 這是最後的 好 好大致上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喜歡 Overwin了一段時間 給大家一個升學資訊 好嗎